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我们这个流派啥都好 唯一的缺点就是你不能赚到钱 最近就有很多朋友特别担心说 很往这赚到钱了之后会不会就不好笑了 我告诉你不可能 我发现我现在赚到钱之后 只会去更大的地方丢更大的人 跟你分享一个最近的事 我前两天就是陪我的朋友们 去练了几天那个八七柔术 我本来是想小装一下嘛 但我去之前对这个运动完全不了解 整个过程就闹了很多笑话 他那个道服很贵嘛 我朋友Rock就送了我一套 他之前不穿的黑色道服 他跟我说 腰带你自己去买一根就行 但我不知道腰带的颜色是代表段位的 为了搭配他的黑色道服 我就网上自己买了根黑色腰带 等到了上课的那一天 我比教练段位都高 但我第一天去我啥也不懂 我还问旁边其他的学员 我说你们平时练的都是啥呀 哪一个是教练呀 教练都站着进来跑过来 只要再问我说 这个用了多长时间呀 我说发的刺着打两天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 这个柔树里的黑带呀 是非常难获得的 可能全是就只有那么几根 就你要想获得的话 你要么是天才 要么普通人练习很长时间 要么像我一样花二十块钱 当然了 我这种跟第一种是一样的 因为他们现在见到我也说 你可真是个天才 后来我就把这事当个笑话 发了社交媒体嘛 底下就有评论说 我这个行为不尊重这项运动 他说是个人 应该要知道 这个带子是不能乱记的 但其实从我自己的角度讲 我觉得我并没有 不尊重这项运动 就如果我真的 不尊重这项运动的话 我就不买腰带了 我用我自己的牛皮摆搭也可以 重新定义段位 红带下面是蓝带 蓝带下面是皮带 而且我觉得 如果我真系皮带的话 黑带不一定打得过我 我现在确实也赚到了一点钱嘛 但我确实还保留了 很多贫穷的生活习惯 因为我怕别人说我飘了 膨胀了 熊人诈腹 因为这些都是实话 你不太听实话 有时确实会不太习惯 就比如我现在出差的时候 偶尔客户也会给我订公务舱嘛 就有一回客户给我订了公务舱之后 坐那个百度车的时候 我还是不自觉地 上了那个经济舱的公交车 就真的有空姐专门上来询问 就问有没有公务舱的旅客做错了 问了好几遍 都耽误我们这边发车了 当时给我气的 我心想这都能做错 傻瓜有钱人 我像谁这么傻呀 低头一看机票 原来是我这么有钱呀 但其实我也没做过几次公务舱 也不是特别的自信 就有一回上去之后 为了显得我经常做的样子 上去之后 把能点的都点上了 刚点完 旁边那个大哥 对着空姐来了一句 我不需要 谢谢 中间不要打扰我就可以了 我当时心想 亏死你 但后来发现 他真的不在乎呢 就那种真的有钱人 他是没有亏钱这个概念的 当时看他熟睡的样子 我像完了 这下真给他装到了 所以我现在坐飞机 也不吃不喝 哪怕饿了一天了 我也说 我不需要 谢谢 中间不要打扰我就可以了 因为我怕你一打扰 我会动摇 神经病 但这还不是醉装的 我在上海生活 听过醉装的一句话是啥 就一回喝红酒 酒中有个哥们 抿了一口 我一喝就知道 这是右岸的 我开始甚至都没听懂 这是一句什么话 直到酒中有一个人 说了一句 确实 因为左岸的葡萄 酸度比这更高 我才知道 这原来是一条河的右岸 虽然不知道是哪条河 但感觉水很深 但是左岸右岸 我也不知道哪边更好 就只能在暗中观察 给我吓坏了 吓得我赶紧夹了一口猪蹄 我一吃就知道 这个是左前蹄 在上海生活 确实很多人都很壮 很多人喝酒都很壮 一喝就是什么 北纬38度 我一喝 38度 你知道我在酒中上 还见过一种装什么 还会有一种装 就是很多中年人 会喜欢装少年 就不懂装懂 喝一口酒 最近晚上有个词 特别的火 叫什么 少年感 什么叫少年感 什么叫少年感 谁知道 都听我说 都放快的 听我说 什么叫少年感 我认为 少年感 分以下两点 第一 你要有勇气 我听完第一 就感觉 我没有少年感 因为我很想打断它 但我没有勇气 第二 你要有好奇心 我就很好奇 哪一个少年 说话会分点 我见过 说话会分点的少年 只有一个 就是 第一 我不叫魏 太反恐了 我叫楚雨雪 什么是少年 我不知道 但是能听懂这个梗的 你们都不是少年了 然后他接着说 只要你具备了这两点 无论多大年纪 你都是一个少年 就是无论多大年纪 都是一个少年 这句话一定是 一个中年说的 这句话的立场 也太明显了 就好比说 你去租房 中间跟你说 我觉得离地铁站 远近都一样 有没有电梯都一样 你房子大小都一样 我知道这是一个 离地铁站又远 又没有电梯的小房子 但其实我现在 越来越能理解 就为什么 大家都想成为 一个少年了 因为我们把这个世间 所有美好的词汇 都用来形容少年了 什么书生义气 仙衣怒马 繁花似锦 不惧风雪 但你看看这些 不惧风雪的少年 是怎么描述中年的 油腻 叠味 兔头 甚至这里边 都没有一个四字成语 唯一四个字是 中年油腻 你会感觉 少年除了不惧风雪 还可以口无遮拦 但也并不是 每个口无遮拦的人 都有少年感的 有些人就是因为 口无遮拦 才被说油腻 叠味 说教 我觉得有的时候 能少说两句 就少说两句 所以我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 作是声音乐 我太子 我太子 他自身 你真心 也不が 我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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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超充寸大人 怎么啦 你很像 你不的 我太子 我太子 大家好 我是孟川 帅啊 全靠同行的称托嘛 其实去年 我去参加我表妹的婚宴 然后我表妹就拍了张照片 发了一个社交媒体 后来就有人拿着那张照片造谣 说不干脱口秀 开始干私仪了 然后我爸呢也很烦 网上这些谣言还劝我 说儿子 你有没有考虑过起一个医名啊 用这名的风险也太大了 很容易让人知道你的父母是我们 咱们孔孟是一家 要不你就改名叫孔川吧 我说我还穿孔呢 节目确实也让一些人认识了我 也有人给我发私信 说你是不是哪里哪里那个孟川 但是说实话 你得先说啥事 我才能说我是不是那个孟川 有次在活动上 也遇到了一个大明星 人家也看我们节目 见了我特别热情给我介绍 说这是我的经纪人 助理 服装师 化妆师 司机 我也给人介绍 我说这是我的经纪人 助理 服装师 化妆师 司机 五合一的王哥 那个明星说 瑞士军刀 君导哥 其实大部分时候我跟王哥一块忙活一下就能干完那些活 但是有时候王哥给我化着化着妆 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叫他出去挪车 我说那你去挪车吧 我给自己化就行了 他说川哥 这合适吗 我说那我去挪车了 你化谁呢 给自己化妆真的是个技术活 要往头上喷好多那种定型喷雾 头发硬的跟头盔似的 我化妆水平很差 老配合不好 就会饶忍不住吸进去几口 化完妆 我的鼻毛都是硬的 而且回家贼男清理 一用水口渣得慌 涂了好多肥皂 一呼气吹泡泡 那是我女儿人生第一次指着 我说爸爸我想学这个 我说看来皇家美醋价还没白喝 双硬核墙内户 可高达30加倍乳铁蛋白 不光抢身 还壮胆 第二天 老师说我女儿到处炫耀说 我爸特别能吹 那时候我觉得娱乐圈的大门 已经隐隐地为我敞开了 我能透过那个门缝 看见里边的止醉金迷 甚至跑得快的徐志胜 已经跑进去了 我说话也开始收敛 可能今天刚吐槽了哪个明星 明天就见着了 万一打起来 人家身边有一帮人 我身边只有王哥 他可能还在挪车 但是王哥人真的特别好 我给他送了我的书 他真的看了 看完之后跟我吐槽 说主要怕你跟我聊起来 我不知道说啥 但是你的书也太偏门了 网上都找不着五分钟 看完那种视频 不过王哥最大的问题就是粗心 有一次他给我发微信 他说那个演出你想先去哪 我给他回 我说武汉长沙都城 他给我定了成都 我说没有成都 他说不好意思川哥 把都城看成了成都 后来我才知道 他是带别的艺人出错了 被流放到我这里来的 我这里就是经纪人的宁固塔 再到后来 正好公司有经纪人离职嘛 王哥就升了一级 现在同时带我 直升和护兰 但是在这个组里边 王哥只催着我自己减肥 王哥只催着我自己减肥 我说为什么不戴上他脸 他说这个组里边 但凡一个需要看脸的活 就只能你干 可以 所以我现在用的都是那个 16加8饮食法 就是16个小时空腹 经常饿的不行 就给自己订个闹钟 闹钟响了才能吃饭 但是现在 一听见闹钟响 就会流口水 我跟王哥说 我说早生一百年 巴普罗夫都不用养狗 王哥说你早生一百年 不就能替代巴普罗夫吗 但是王哥确实给我找了一个 需要看脸的活 走红毯 去之前王哥说你有经验吗 我说看过视频 没啥问题啊 到时候人家明星 停顿 露出手表 象征着财富 我停顿 露出运动手环 象征着健康 但是我是嘴上不发 心里真没底儿 就是因为去的那种 全是俊男美女嘛 感觉特别像 我是原始部落 唯一一个能数到十的人 被派去参加国际罗数比赛 而且一到那个地方 门口一堆的明星粉丝 好不容易有个认识我的 问我 说川哥 你怎么在这儿 还特别贴心地在提醒我 说你别站那儿 一会保安该碾你了 而且走红毯的 那个衣服也是借的 然后有时候王哥跟我说 说川哥 这次活动LV不借给咱 但是某他能借 我说某他不用借 我自己有 最后帮我借了一件 三万多块钱的西装 然后彩排的时候 导演就说 说孟川老师 咱们这次彩排 要看看你的服装 跟背景搭不搭 所以能不能麻烦您 先摘一下您的袖套 接着那个鞋也特别贵 导致我落脚会特别轻 但这样有一个问题 就是那个视频拍出来 整个人显得鬼鬼祟祟的 我特别怕穿着这个鞋 走路遇见脏东西 只能强行把脚收回来 导致重心不稳 要摔倒了 需要双手撑地 发现没带袖套 只能收紧核心 以头呛地 但头也不会受伤 因为喷了定型喷雾 关键借的那个鞋 真的不合脚 比我的脚大至少两个码 我非常不适应 平时都是给我穿小鞋的 我每走一步 都能感觉到自己的脚 跟鞋底在鼓掌 后边的人还老催我走快点 我走得快点 跟打快板似的 我应该是红毯上 第一个自带BGM的人 别人都是在走红毯 只有我是在drop the beat 而且从红毯下来 我就跟忽兰吐槽 我说我43的脚 给我接了双45的鞋 忽兰说这不巧了吗 我45的脚 给我接了双43的 讲什么都谢谢大家 我们穿 哎呀 我让你回来 我由不来 我还挺会做饭的 要不是写不出考 其实不会提这事 张老师说对 已经第五年 素材用的都差不多了 如果你们还有印象 五年前哥们刚出来的时候 想都是哥们精英 哥们留学 对吧 哥们会做饭 哥们演太监 对吧 没办法了 其实在国外留过学的人 基本上都会做饭 就那个汉堡薯条 你吃一段时间 你就知道 要不然会做饭 要不然会壁骨 没得选 那个沙拉 沙拉更难吃 那个沙拉有的时候 不像咱们一份一份的 他不知道你吃啥 他给你放到一个盒子里面 你自己选 什么西兰花 西红柿 牛肉片 就让你自己选 我就加一点 加一点 我说不用沙拉酱 我回去自己做麻辣汤 老魏都傻了 说你这是为了喝汤吗 我说不喝汤也行 那个叫麻辣瓣 对吧 博大精神有的学了 而且 现在我们国内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把这个东西 这个生的沙拉叫白人饭 只有我们这么叫 真的 国外白人不敢这么叫 他敢叫自己吃的饭 叫白人饭 黑人就炸了 你知道吗 而且黑人要知道 我们管白人饭 也叫维持生命体征餐 应该也很开心 黑人说你们也有今天 几百年前给我吃的 才叫维持生命体征餐 黑人也得说一句 天道好轮回 对不对 虽然他们可能不知道 什么是天道 也不知道什么是轮回 但知道 好 对吧 对吧 后来我就在国外 学着做饭 只要你在国外 学会做饭 你朋友可多了 就是天选留学生 天选留学生 本来一开始 我就做饭 想解决一些 大家的思乡之情 就做点中国菜嘛 结果后来 大家思念越来越具体了 最过分 有一次跟我说 哥我想吃佛跳墙 我说你家庭条件可以啊 他说不是 我也没吃过 我就是没吃过 想尝一尝 我说好 没吃过就好说了 佛跳墙的鱼翅 这上哪弄去 对吧 用粉条 鲍鱼太贵了 用猪肉 做完之后 我说去过东 没托儿没去过 好嘞 正东的佛跳墙 也有做不好的时候 做饭做不好 对吧 做铺了冒了 家里多短路了 他说咋了 我说好像佛跳渣了 做饭不难 但做饭的朋友们 应该知道说 做饭最难的是 要扛住周围人 给你那个情绪价值 他们太会了 对吧 动不动 说好吃 比我妈做都好吃 我都第一次做 我也不知道 阿姨做饭是什么水平 但是 我就是开心 我就想给她做 他们知道 生活越苦 嘴就要越甜 你知道吗 我有个同学 就扛不住 他也是 我们一口一个大厨 叫他 完了 飘了 慢慢都不知道 自己是来上学来的 他就跟我们说 你们去上课吧 我在家做红烧肉 我说啊 家里开着火 不能没人 学校也上了课 教室里也不能没人 老师问怎么说 他怎么没来上课 我还在家开小赵呢 对吧 去之前还挺开心的 咱都是一样 在国内吃惯了 那些垃圾食品 去了之后发现 没有原味剂 也没有香垃圾 都没有 我说你们这垃圾食品 都不正宗 也没有新二粮 烤吃 你然后还问他们 我说新二粮 不是你们这 我说是 新二粮是我们这 新二粮烤吃 是你们那 就跟重庆 没有鸡骨宝是一样的 你们想想 一样的真的 披萨传到美国 美国人就 加了点菠萝放进去了 对吧 传到中国 中国说 我天 这玩意还能加菠萝 那一定能放榴莲 意大利人都疯了 说你们是不是分不清楚 什么是披萨 什么是果盘 对吧 茶也是 茶是我们传到 到欧美的 对吧 然后欧美人 加糖 加奶 然后传回到中国 中国说 这还了得 加了点芋泥 珍珠奶盖 又给传回去了 茶也是我们最早 传到印度的 印度 然后加了点 什么姜黄 肉桂 豆蔻 然后传回来 我们说不用了 你自己留着喝吧 我之前就是 我那个美国室友 一开始我妈 给我带了点 东北的五肠大米 带过去 那个地方在上海 都不好买 那个大米 美国室友也不懂 给我打成糊糊了 我说干嘛 我说你叫贴春梁吗 还要干嘛 给我气的 我都想去联合国 去告他去 他说五肠 能不能陪我五肠大米 这玩意就是互相伤害 你知道吗 他把我大米打成糊糊 我就拿他牛排 炖薯豆 不过我说几分熟 我说百分之百熟 炖的可烂乎了 肉头计划 学生那时候也是 我去过那种特别贵的餐厅 都不靠谱 就攒钱 穷学生攒钱去 去了之后 米其林攒钱给我上了 一个大盘 上面就是一个牡蜜壳 然后里面也没有牡蜜肉 一点汤 周围全是泡沫 说这个是那个主厨 对现在塑料 对海洋侵袭的担心 说他是一个环保主义制 我说你这个主厨 是不是表达于过于旺盛了 去的人问我 说这个菜什么味 我说爹味 不是吃完一顿饭 我没吃饱 但我就觉得 这个厨师吃得太饱 你知道 而且现在怎么吃的吧 就是那些菜 动不动就是妈妈的味道 动不动就是爹爹的味道 越想越生气 你环保没问题 我又没侵袭海洋 对吧 我见过那种 咱们都见过那种 一个东西 它就值28 讲了个故事 卖98的 但我第一次见 讲了个故事 98 不给我吃东西了 但我觉得所有的事情都是 要不然就是有人吃不饱 要不然就是有人吃得太饱 这俩事我都管不了 但是如果有人想 尝尝我做的佛跳墙 可以找我 谢谢大家 我是东北佛跳墙创始人 霍兰 来点轻松的嘛 第一次比到半决赛 前两天一看天气 直到秋天了 怎么说呢 之前每年我淘汰的时候 大家才刚传短袖 之前这些朋友 我夏天是见不到的 除了去年 去年这会儿 我们最后这四个人 正在新疆自驾呢 忽兰 毛豆 只剩我 有些朋友可能会羡慕 但你们也不要羡慕 你们说是自驾 到了新疆 我才知道这四个人里 就我一个会开车 你知道吗 我说大哥 你们这自驾驶 让我找到自我价值 是吧 但挺要面 跟我说有本 放心 累了你就说 咱们就必须得换 咱们来新疆 就是在新春的尾巴 燃烧一把 谁也别累着 我说行 第一天我开了九个小时 然后我 我跟副驾驶的忽兰说 忽兰哥咱俩换换 我坐到副驾驶去 忽兰坐到主驾驶来 百分之一万 真实啊 我刚要迷一会儿 忽然一句话给我温醒了 KID KID 哪个是离合呀 我可能和你们想的一样 当时 我觉得大哥 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呢 后来发现不是 我尽量能百分之百 给你们还原一下 KID KID 哪个是离合呀 哦自动挡是吧 嗯没事没事 嗯没事 嗯没事 没事 出发 哦手杀没拉是吧 嗯没事没事 哦挂挡是吧 嗯没事没事 然后我就眼睁睁看着 我大哥挂上 倒挡一脚又出去了 我那个甚至灵魂还在原地呢 我都开始走马灯了 你知道吗 我坐在那儿 我是理解了 为什么网友们都说 新疆是离天堂最近的地方了 这就是我大哥一脚油的事了 我说你大哥 你说的咱们来新疆燃烧一把 就是字面意思 就是火化是吧 就是 打包了 装盒了 我来之前 跟我妈拜拜走 高速走的 回来都快递了是吧 我就给我 游回来了 闭眼之前高速公路 一睁开眼灯神长街了 上街之后 上帝还得问我呢 嗯没到你怎么自己来了 不是自己来的 哥们开车送我来的 但这一切啊 都是我的想象 其实呢 后三千公里 他开了一千五百公里 油门和刹车 踩得都很稳的 他只是太长时间没开车 车里的构造忘了 那一千五百公里 他就 嗯 KD老师 下雨了 开下雨刮 起雾了 在哪儿除雾 天黑了 想要远光 我在旁边 我都恍惚了 我说 我是KD老师吗 我这不 天猫精灵吗 我都留下后遗症了 现在他一跟我说话 我就 嗯 我在 我这身边 都是这些朋友 别人是患难见真情 我是这些真情 天天置我于患难 我之前在节目里也说过 我有一个发小叫钢子 他更不靠谱 去年骗我去那个阿乐泰滑雪 我说我不去 我看来得 提前买好多装备 他说不用 装备交给我 我来想办法 你人来就行 结果等我到了 他把我带到了那个雪厂 旁边的雪具店 跟我说 这儿有卖的 我一看那雪板价格 我说这儿有卖啥的 卖朋友的 但也只能买了 我说贵着贵吧 你雪板 你卖你五十一块 你也不敢穿 是吧 买的时候是单板 穿着穿着成双板了 你也不敢 所以我就买了雪板 雪鞋 雪服务一套 没想到我踏进雪厂的那一刻 我那个江苏雪脉 直接觉醒了 我直接忘了 自己是干嘛来的了 我就穿着一身 专业的滑雪装备 和俩广东人 堆了一天雪人 你知道吗 你们有人滑雪吗 滑雪真的太难了 我真是满雪厂 给人磕想头啊 那钢子也坏 天天就带我 往女孩多的地方滑 看上她心仪的就说 你去她前面摔一下 然后她在很帅的 一个急杀到我前面说 你没事吧 陌生人 我说你雪盲症犯了 但真有用 她就这么认识了一个女孩 那女孩滑得很好 平时都去高级道 钢子非要带我去高级道找她 跟我说没事不危险 结果我上缆车的时候 我说看到有块雪板 从雪坡上自己滑下来了 我说这是啥呀 大自然的馈赠吗 这是 然后我就上到那个顶上 到顶上我才知道 那个坡有多抖 它大概角度就这么高 就这样 真的我那天要是 从这儿滑下来 我起码会让八个学友 遇到他们的crash 鸡米花的话语 是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那我们雪花的话语 就是勇敢的人先离开世界 你知道吗 我刚刚想问钢子 我说咋下去 就看他追着女孩已经冲出去了 就给我靓那儿了 旁边还有个小喇叭 就一直在循环 说没了能力就走下去吧 走下去丢的是人 滑下去丢的是命 不仅靓那儿还给我架那儿了 你众目睽睽 我这一身专业的装备 我也不想丢命 更不想丢人 好在哥们聪明 哥们见过 哥们把板往下一推 追着板跑下去了 你知道吗 我就 本来以为他就是 要舔狗一下什么 没想到最后还真成了 带着我追着人 划了三天确定了关系 是吧 我也很吃惊 老家的朋友们也很吃惊 都跟我说钢子 找到对象了 咋可能啊 咋回事啊 我说怎么说呢 没有一片水花是无辜的吧 像你还通知我说 月底要结婚了 我也挺开心的 因为负责任的说 他们俩这段感情呢 我是真的有磕道 我是 在这也想跟钢子说 钢子也没什么 好给你的婚礼投车的司机 帮你找了一个 高质量的男性 是吧 讲到这儿 我谢谢你们谢谢 谢谢 谢谢 欢迎大家 我们在这儿 刚刚K的说 喊我去自驾 我都疯了 还指望我开车 我红绿色盲呀 朋友们 我走路都费劲呀 开心 聊聊开心 朋友们 开心 真的很开心 我发现我对开心 这个事就特别有天赋 因为我本身 就长了一张笑脸 你懂吗 就眼睛和眉毛 都往上扬 就经常 就我什么也没干 但就是会给人一种 得意忘形的感觉 你懂吗 真的就有时候 我哭起来 表情都跟笑似的 我小学队呢 有时候没考好 低头站在那哭呢 我爸都生气了 说还有脸笑呢 所以我哭的时候 必须让大家看见我的眼泪 我从来不敢什么 45度仰望天空 那样眼泪就落不下来 大家以为我在仰天大笑 而且真的 我特别喜欢开心 是因为开心 能特别快地转移 大家的情绪 那么前一段时间 我录节目 磕到头了 然后医生在那摸着 我的头发 给我检查的时候 吓坏了 说你这磕哪了呀 磕得这么硬 我说医生 你摸到我假发片了 然后就没人关心 我咋样了 都在关心 我的假发片 到底长啥样 就好像现在你们一样 也没人关心 我说啥了 心里想的都是 今天带没带呀 没带 这点头发还带了 还有头发吗 但是我发现 但是我确实发现 大家最近 确实越来越难开心了 因为我问过好多朋友 我说怎么才能开心 怎么才能快乐 大家答案都很一致 不上班就会开心 真的 我就发现 上班真的很难开心 我一个朋友 在迪士尼上班 当程序员 那么我刚开始 听到迪士尼 程序员的时候 我以为是迪士尼 新推出来的玩偶 他真的就是 后来我知道 是真的就在迪士尼 那个园区里工作 就在那写代码 就有什么是比苦中作乐 更惨的 乐中作苦 真的就是 在世界上 最快乐的地方工作 仍然没有爱 他前两天 送了我两个 零纳贝尔 用黑色垃圾袋装来的 我都急了 我说 这可是零纳贝尔呀 他说对 但他对我来说 最多算同事 而且真的 他们也有加班 晚上12点的迪士尼 木马都不旋转了 但牛马还在旋转呀 这套痛苦 大家要知道 旋转牛马 真的很难快乐呀 而且明明是加班 在迪士尼加班 就显得特别悲催 这个真的 我后来想明白了 这个在语文上 咱们学过 叫乐景趁爱情 现在也叫 你的快乐 打扰到我了 而且很多人还羡慕 我们在喜剧公司上班 应该说应该有很快乐 应该有很多梗 不是 也没那么快乐 我们的保安大爷 就特别不快乐 因为我们天天 在公司熬夜写稿 大爷也没法睡 我们公司大爷 现在都得三班倒了 是我们离职率 最高的一个岗位 我们写稿 现在太费大爷了 平均每百篇稿 费6.2个大爷 现在节目播出 大爷看我们的稿都急 你怎么说 这就是天天熬夜 写出来的玩意 真的观众见了我们 都是那么好玩好笑 大爷见了我们 就是好烦好笨好困呀 大爷一看我们 去公司就上头 但我们不上头 因为我们喝的是 国民白酒老村长 来自北纬45度 酿酒原凉 黄金粽子袋 真正存酿酒 好喝不上头 灵感马上有 真的乐景称爱情 就显得特别悲惨 但是我发现 爱景称乐情就挺好 真的我上一轮就没表现好 我就在网上看到一些 差评什么 自生参加综艺太多不好笑了 自生不接地气不好笑 本来还挺难受的 直到看到一条 自生变帅就不好笑了 一马开心起来了 我说怎么都是差评 这个差评 就能插到我心坎里了 好吧 反正最后就希望大家 快快乐乐开开心心 乐景称乐景 谢谢大家 我叫毛肚 她叫毛肚 今天比赛压力确实大 前两天我去身上去算命 人家说她身上有只狐妖 她真信 她说我说我怎么变帅了呢 我不信这种东西 但那天我确实看着了 我说大师 你说的是她身上这个 林纳贝尔吗 参上节目之前 我就在大连讲透口秀的 我们透口秀 就是会校起聚 我们剧场所在的商场 曾经一度排进过全国前十 在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 老到什么程度 她第一任总经理 是因为头鸡刀把被抓起来的 历史感很重 很厚重 装修的时候 撕墙上那个报纸 都一层一层的 第一张是 美国总统奥巴马访华 刷死下来 美国总统不时访华 刷死下来 美国总统老不时访华 我说美国总统老 时不时就访华 商场还漏雨 给我们淹了也不赔偿 就给我们免一个月房租 老免房租 现在商场都快欠我们房租了 就我们这个地方 干喜剧场 不太都浪费 地方不要钱 水又多 干什么喜剧 应该干洗浴 真的 我妈问我剧场干的怎么样 我说流水还不错 流水蛮多的 我们那个商场 保安大爷都六十多岁了 商场一到九点准时关灯 大爷要睡觉 监狱都九点半熄灯 商场没啥人 开的都是些山寨店 什么汉宝黄 卖的是宝黄派 还有霸王茶铺 我说霸王是宿管阿姨 八点四十茶铺 九点熄灯 楼上还有个 不是这个健身房 这名是起对了 开了一个月 第二个月老板就跑路了 太老了 上个月奥运会 他们在商场 大堂中间摆了个五环 背面写的是 北京欢迎你 老不要紧 我是第一次在一个 购物中心里面 看见那种卫生标语 禁止随地大小便 这就是印度商场吧 下面还有 微这个罚款五百 举报这个奖励五百 你就仔细想想这个事 你只要举报自己足够快 这个地方就是个厕所呀 确实是暴力喜剧 他就是有五百块钱 押金就是了 而且那商场 电路老话 老停电 舞台上有我们一个灯牌 写着我们的口号 叫拭目以待 一个惊叹号 行了三次电 上面字是全灭的 就剩一个黄色惊叹号了 我站上面讲 头口秀头顶顶着个黄色惊叹号 就老有后拍观众问我 小伙儿 你是有什么任务要给我吗 那商场就一楼有点人 越往上人越少 我们在那商场五楼 一个人都没有了 你要想上我们五楼 要像现在东南桥 点一根蜡烛 蜡烛灭了赶快跑 整个五楼就剩我们 一个头口秀剧场 旁边还有个鬼屋了 密室逃脱 就这个地方干密室逃脱 出来的人都懵了 说我这是逃出来 是没逃出来啊 但鬼屋 他们老板跟我们老板 是山东老行 关系很好 经常过来看演出 后来他们甚至组织团建 都来我们这 我说你一个鬼屋 需要团建 我也能理解 但是你不能因为 离得近 你带装团建 就奇怪了 那天我一进剧场 我以为我扬寿到了呢 我说老板 老板 就舞台边 那个黑白无常 是就我自己 能看见吗 太吓死了 你在这两头口秀 那第一台做的 全是什么 炎王 吊死鬼 黑白无常 我这帮人笑起来 是有职业习惯的 我都不敢低头 我扬上头奖的 我用余光 就看见第一排 这个白无常 我一般在这奖里边 这 我说哥们 那个脱口秀 是可以笑出声的 没有关系 黑无常的旁边说 不是啊哥 你踩他舌头了 现在很多人 现在很多人喜欢去鬼屋的 但是胆小是吗 从里面都是冲出来的 哗哗的一声 我们一开始 我们观众少听得非常清楚 有一场演出 总共就六个观众 第一排坐着 一堆是闺蜜俩 其中一个女生 出门上厕所 刚关上门一边 哗哗一声 闺蜜听见了 闺蜜一会咋了呢 跟出去了 跟着你能过了五六秒 哗哗一声 剩下那四个人 不敢动了 他说是不让上厕所吗 隔音不好 他们也能听着我们这 我们这全是笑声 鬼屋里一个鬼 我死得好惨呀 鬼都急眼了 在这打枪 你能不能小点声 这是我第一次 听见鬼打枪 但两家关系还是挺好的 我们那个灯坏了 就是用他们那个灯 我们灯子不够了 就上他们那搬灯子 后来不行了 后来他们换了个防盗门 偷也 偷也没有用 他们那个灯是绿色的 一上台一道绿光打过来 大家好 我是毛豆 观众吓一跳 这啥 这怪物史莱克 这不是偷我救 就是死人其妙夜 我们给他们凳子偷了 他们吊死鬼 吊不上去了 只能站在地上 演个死鬼 我们这边是 sand up comedy 他们那是 sand up ghost 阎王爷和他的朋友们 阎王爷跟我们关系还行 跟我们找我去 他们单位玩 我说你们这也能叫单位啊 你们单位就玩音的是吧 他们都是大学生兼职的 阎王爷不是 阎王爷是研究生 以前研究生 现在研究死了 他的工作 就是坐在阎王店上 一排小鬼给他磕头 我一看 你这单位还是个科研单位呢 真的 剧场旁边是鬼屋 真的特别魔幻 有一次我走员工东道 我一开门 阎王爷和个女鬼 那梦婆在那贴贴呢 他俩是办公室练情 聊这之一都不敢这么写 财务场坐在旁边楼梯上 一边抽烟 一边打王者荣耀 用的是中魁 还拿塑料袋 给那个烟雾报警器挡上了 我说这鬼点子真多 真是 他玩一玩 屏幕上有手印 他也拿舌头擦一下 我们和鬼屋很像 都是需要那种观众的 及时反馈的 但又不太一样 我们可能一个梗 人就笑了 他们一笑 人可能就梗了 而且观众一害怕就打他们 阎王后来就是 把个男的吓急眼了 丁光把他一顿打 老板报警了 警察都蒙了 谁 给阎王爷打了 是这红啊 现在那边鬼都怕人 我上次去玩 他们NPC特别小心 拿着叉子 顶着我往里走 我说他 本来就黑 你都插我屁股上了 阎王爷被打 就离职了 给梦盆也带走了 他们那就那一个女生 没有办法 老板戴了个头套 去演梦盆了 老板一米八 戴眼镜山东人 站在奈何桥上 喝了我这碗梦盆汤吧 我说这是梦盆 这不是梦川吗 这不是 太阳了 而且你这奈何桥上 怎么这么黑啊 老板说对啊 我也不知道哪个人 给我灯拆了 我说啊 那那太美素质了 那你换个灯呗 他说我也想换 那个人给我 灯子也偷走了 我说哥你灯丢了 那肯定是猴子干的 他歌里都唱了 灯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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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 丢丢丢 我们俩营灯灯灯灯灯灯灯去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